海巡人员抵达高坪溪出海口外 发现求救的这艘渔船失去了动力 船上两人正在等待救援 目前正值布拉西开放捕捞季节 因此在中渝渔港这里有相当多的渔船 会趁这个季节出海作业 从海港往出海口望去 许多船只密集排列在海上 就两三个月你整天都船不管 反正这两个月可以推补到就去补 平常你要抓也没有啦 但也因此造成海面上作业的船只偶尔 会出现太过于靠近发生擦撞的事件 索性这一次的海巡快速抵达现场 把失去动力的渔船拖回渔港 也让两名渔民能平安返家 大海新闻陈宇正王朝中高雄报道